再来看到法国国会大选第二轮大选7号登场 预计选出国民议会501席议员 再由这些议员选出总理 其右的国民联盟在第一轮的选举中 拿下39席占据第一 能否一举冲破过半的289席 让法国重回左右共治的政局 外界也密切关注 法国选民一走进投票所 投下心中神圣的一票 法国下一院国民议会第二轮大选7号登场 全部577个席字中 第一轮投票只选出76席 只要选区没有人得票过半 而且票数达到所有选民的25% 都必须进入第二轮大选 法国总统马克宏的中间执政联盟 在首轮大选中只拿下两席 既输给极右的国民联盟 也输给极左联盟 国民联盟拿下39席占据第一 民调估计将取得175到205席 仍逢一举冲破过半的289席 外界密切关注 一旦国民联盟过半 当主席巴德拉渴望出任总理 主长内政 法国将回为20多年出现左右共治的政局 至少持续到2027年 国民联盟的党团领袖勒棚 近年来极力荡化国民联盟的极右派色彩 不过将自己定位成美国政治光谱的中间派 还是让CNN主持人大吃一惊 然而国民联盟亲俄 以欧派的立场 依然让欧洲政坛不安 零优人编译